选手举起杠铃 为比赛做足暖身 要在正式比赛当中展现实力 争取好成绩 台中市体育会在26号 举办市场杯举重锦标赛 希望借此推广举重运动 靠我哥的关系 然后就加进来了 对然后觉得蛮好玩的 定型国中会推举重队成立体育班 那主要呢还是 希望给学生最大的舞台 让他们能够 他们的潜力能够展现出来 现在我们在我们这边的推展 算还不错啦 参与的学生还蛮多的 希望想要把身体练得很好的人 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举重的训练 体育会表示 举重其实是一种枯燥的运动 选手每天反复的练习各种动作 需要很有恒心和毅力 而这一次举重锦标赛 一共有100人参与 包括成功国中跟力兴国中 都有组队参赛 众多好手一较勾下赛事相当精彩 我练了六年 然后就是在全中又破了抓局和总和的纪录 心机蛮好的 想要挑战自己这样子 对 然后就觉得应该 应该可以再创出比较好的成绩 所以就过来练练砍这样子 缺点 就 支撑的动作 要改进 举重这个项目 真的是非常艰辛的一个训练过程 要好的表现 选手的毅力 还有那种的兴趣 真的很重要 在今年的全中运上 台中市在举重项目 获得四斤 一银三桶的成绩 表现不俗 大家在场上展现练习平时的成果 相互交流 而这锦标赛护奖的同学 有机会成为全运会选手 为台中市再度争光 9月内出风 台中自防道